所以台灣這麼重視食安的地方 我們居然發生這個搜水油 而且是由這麼大的一個廠商品牌 叫鼎心集團去幹出來的一個好事情 所以像各位您現在在台灣 您會發現你在各個小店 不管哪一個便利店 你會發現你基本上 你是找不到康師傅的任何產品的 因為全台灣因為這件事情 非常的生氣 所以台灣全台灣的人民 我們正在團結的進行一個叫做 滅頂行動 什麼叫滅頂 消滅頂行集團 但是啊各位啊 你們那麼支持他的商品 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情嗎 他在台灣所生產的這個搜水油 跟運到大陸去販售的搜水油 大陸是台灣的56倍 大陸是台灣的56倍 可是這個新聞大陸有沒有報給你們知道 沒有 台灣知道 台灣說了 那我個人呢 我會繼續的支持這一項的行動 直到鼎心完全退出台灣 但是鼎心現在的態度是什麼樣 隨便啊 你台灣 不要我就不要啊 無所謂啊 大陸14億人我怕你啊 大陸誰不吃我的康師傅上面麵 誰不喝我的礦泉水 誰不喝我的那個飲料 小孩的飲料什麼 這些不是很多康師傅的嗎 無所謂啊大陸就算10億人都不理我 4億人支持我我也發財啊 他根本不看中台灣的市場 所以我每一個團隊 我都會在我的車上跟各位講 不要再支持康師傅任何的企業 像我都會跟大家說你要多支持台灣 但是就唯獨康師傅這個你不要不要去支持他 還有天福明察 他又再次的在台灣又開店之後 又爆發出來農藥超標的事情 所以你回去你自己也在琢磨一下這個事情 那康師傅這個呢我只能講 我每一團的宣導 我能夠影響多少人我不知道 可是各位你們信不信 如果今天我們真的一個人影響10個人 10個人再影響10個人 大家兩岸同心其意的把康師傅給搞到 你信不信可以改善 絕對可以改善你大陸的食安問題 因為這麼大的企業都被你們弄倒了 你覺得小家的會不會收斂一點 能不能改善你們自己的環境 你們去想一想這個問題就好 所以的話